大家好,我是卡姐 大概在一个多两个礼拜前 我就和两位朋友作一次功劳游 这一次功劳游就是说走就走的一个功劳游 大概是用了两天的时间左右 那就决定了组团 开车去我们BC省一个小镇 接下来的几集视频 讲一讲这个小镇是非常迷人的 很值得去的 介绍小镇之前 我希望在这里讲一讲 最近看到有很多网友留言 我是非常感激 但是也都开始发现到 有一两个留言 不是那么礼貌 说那些说话 虽然可能不是针对我 但是他留言那些说话 我自己个人觉得 就比较粗言畏语一些 这些我会是删除了 我不希望留言的版面里面 有这些这样的字眼在 这些个别人士 如果你想留言 看到琪姐的视频 你有些感受 或者你有些自己的看法 你留言是没问题的 很欢迎的 那你就好好去讲 我们很多时候是 讲话是可以用一种比较文明一点的方式 或者是你觉得是口头禅 但是这种这样 讲这么粗皮的说话 或者是你个人看起来 就是没什么事 但是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我每一条留言 我都很认真去看的时候 看到这些东西 我真的都不太自在 所以我就会删除了 当然我是很希望 你看了之后 你发表一些 你个人的意见 或者是一些感受 是无认欢迎的 但是就很好说 我在这里就 声明一下先 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不是说很清高 但是我做这个视频 很多时候真的大家都看到了 我也都是很努力去做 也都是真是很乏性的了 没有要求到大家怎么样做 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 借助这个平台来 留一些言系的字眼 比较粗皮一些 这一样东西 我在这里先声明一下 如果我再发言 我是可以删除了它 我希望大家 是以事论事去说一件事 我也不会因为 有某些人的留言 而去关闭那个留言区 留言区是我 和网友们的 很多的对话 或者是大家 互通一个讯息 或者是 网友看到我的视频 给到一些 feedback 这个是我很重要的 一个留言板 所以 我不会 因为有些人 去 说一些 题外话 或者 写一些比较粗皮的东西 去关闭 这个不是我的原则 但是 我会清除这些留言 所以 个别的一个半个人 你自己就好自为之 我会删除它 在这里 作一个 我自己的态度 其他的网友 我是非常感激的 我们是去讲事 去聚述那个事情 亦都是聚述一些 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 或者我们城市 生活的 一些点点滴滴 我相信 就算不是 生活 和琦姐一个城市 都好 我都看到 有很多 不一定说 住在温哥华的人 他们都在看这个视频 我在这里 我也很感激他们 在这里 我希望 带给大家 看到 BC省的 比较实在的生活 或者是 BC省的一些 街景 一些 风土人情 我是尽量去做 这一件事 好了 这个话题 就说完了 说回公路 游 旅行 我相信在北美洲 就是很popular 因为在北美洲 公路网来说 是比较发达的 亦都是很早 已经是世界上 都被称为 北美洲 公路是非常之阔 建造得非常之好 所以 在北美洲来说 我不可以说绝对 基本上 每个家庭 都有一至两部车 最基本 所以 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 很多时候 就是利用一些 长假期 或者是 小孩放假那些 Summer holiday 这样 就会是 开车 外游的了 在这里 我说一说 在北美洲 坐火车去旅行 就比较少些 那些 成本也是很贵的 而且火车的路线 到达一些城镇 已经是规定了 只会停一些 比较大的城镇 但是 营路之中 有很多 很漂亮的风景 其他地方 它是没有办法 暂停的 在北美洲 火车有 不是没有 都是有的 甚至在美国 加拿大 火车 都是互通的 在我们 BC省 我们温哥华 坐火车 一直可以 到美国加州 温哥华 坐过MCHAT 美国 铁路公司 火车 就到 华盛顿州 西雅图 一直 去到 俄勒江州 Portland 再到 终点站 由今时 你再转火车 就去到 三藩市 在三藩市 你也可以转其他 线路 去美国 其他的州份 在美国境内 再坐火车 可以去到美国东岸 所以 火车游 来说 费用相当贵 一般正常来说 所有人都相信 是会 采取 坐飞机 因为飞机 相对 价钱 便宜 以及 快速到达 目的地 当然 你未试过 我都希望大家 去体验一下 短程 那些 如果你坐火车 由 温哥华 过了美国国境 巴凌汉 他的火车票 他的单程火车票 是23至27元 当然 要看那个 是不是假期时间 是不是 美国的假期 或者加拿大假期 这些 暗凌汉 的日子 出发 如果你说 退休人士 或者有空 平时可以 坐火车 到美国 玩玩 这些 行情 一天 可以来回 可以试一试 每天 就是 一班 去美国 回程 回到温哥华 市中心 这个火车站 很晚 基本上是 晨晨的时间 所以 那些时间 亦是 拼食了 监于 种种原因 火车油 不是那么 popular 一来 是比较贵 成本 二来 就是自己 开车实在 很方便 很自由 无论是 一些小型的房车 或者 SUV的车 去旅行 是非常之方便 在这里 说一说 为何 卡姐 喜欢 駕入 汽油的车 我自己觉得 虽然 那些电池车 在市内 駕已经很 popular 可以省了很多钱 不需要 加油 你就算充电的钱 充其量 都是很少钱 但是 你出到郊外 去到一些 比较荒漠的地方 特别在加拿大 城镇与小镇之间 它可能 有一段 颇长 公路要走 途中 你要找 充电的地方 你就比较 难些 不是找不到 有没有快速充电 也都要你去查 因为事实上 现在是未普及的 加汽油来说 我加满一缸 怎样都 撑到几百公里 一定在途中 再找到 下一个的加油站 你再加满油 基本上 开了冷气 都好 你怎样都行到 有三百多公里 不要说 四百多公里都开到 那就不要混水了 我从来 开车 我就不会搞到 这么混水 不想给自己压力 为什么在路上 看到油站 不去加呢 我就算是 只有两格油 我都会去 再加满油 因为 如果只有一格油 再开在山路 你会摇底 你会害怕 你会惶恐 为什么要令自己有这种感觉呢 出来玩是开心的 轻松的 你令自己很惶恐的时候 前又不到村 后又不到案的时候 是感觉到压力 真的很大 这些压力 積压得多 也是一种毒素 无形中 也会令到人 有情绪问题 所以 我们出来玩 有些细节位 就要注意了 总觉得 加汽油的车 就是给到我一种 行车乐趣 很安心的感觉 因为 整条公路 它一定会 駕到两百多公里 我给多你 怎么都会有油站 有休息站 所以 我就觉得 开汽油 入油的车 就是 给到我的安全感 现在 其实有很多家庭 就算他家里 有一部电池车 也好 都会保持着 一部 入汽油的车 我的朋友就是这样 因为 in case 来说 冬天 气温很低的时候 你开一部电池车 出街 也都 不是说 太安全 如果太低温的时候 然后那个电池死了 根本上 你就真的 前不到 穿后不到 真的令到自己 是一个 很狼狈 甚至是 出现一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 公路旅行 在北美洲来说 有一部 你自己感觉到 安全的 车 一个座架 然后 那部车 也可以 带上一些 行李 也都是很方便的 甚至你要带一些零食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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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一些油站 有些休息站 或者是找一间咖啡 你进去买杯咖啡 出来吃个苹果 吃个水果 真的好捨异 但是 如果你这部车 到了城镇 好像我们今次 我们到了 Ozoya 这个村子之后 停留一两天 再是 进入美国国境 之前 你就要看清楚 要检查 如果行李里 车里 发现有 水果未吃完 尽快吃光 因为 带水果 入美国国境 是不行的 是禁止的 有水果 你就吃光 吃不光 也好 都要扔掉 不要带入美国国境 这个就是 违反入境条例 我们今次去这个 是唯一加拿大沙漠地区 非常之可爱的 那个镇 我希望在另一条片里面 再去详细去介绍 那个Ozoya 这个村子 很有趣 它的名字叫Ozoya 为什么呢 其实它是一个印第安雨 这个村子 它是轮住一个印第安保护区 它有一条很漂亮的Ozoya Lake 在那里 这个湖 全长是19km 是19公里长 它是穿越了美加两个国境的 非常之漂亮 其实这个村子 我是经常 经常是 会去这个村子 旅行 或者是途经经过都好 都会经常去这个村子 以前呢 就多数都是 家人开车 后来 我的小鸚仔 去年龄了 16岁了 去考车牌了 那我就有些小鸚仔去开车 他们就很喜欢去这个地方 玩水上运动 在这一片的地区 为什么它们的生果和葡萄长得这么好呢 最主要就是它有一条湖 在这个Ozoya 就有一个叫做Ozoya Lake 但是 随此 这个湖 还有另外一个更加之漂亮的湖 这个湖 这个湖呢 就在Organagan 地区 那边 就去到 Colorna 市 那边的 那个湖呢 就非常之文名了 叫做 Organagan Lake 90公里长的这个湖 说回Ozoya这个城镇 有很多没有办法长到植物的岩石山 温度夏天正午的时间 是分分钟去到三十几度的 很多人来这个地区玩 都是玩水上的运动 还有它有几个很漂亮的哥尔夫球场 是伊山磅湖 这样去见的 那些哥尔夫球场 因为它那个湖水很平静 很多人呢 就在那里练习滑水啊 蛙艇啊 很多这些活动 甚至是去远足 去hiking 真的很多东西玩的 而且这个镇呢 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餐厅 还有一条很古老的大街 一条大街呢 很古色古香的那些屋 有少少像一百多年前那些 陶金小镇 那时候是陶金热的 这一带的地区都是 它那些屋呢 就是建造了当年的样子 也是保存了下来的 还有就是 这个地区就是因为它的地理环境 它的日照时间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从奥索尤尹 这个ervice 这地方 直至到 associieben 那里的大街 整个 przy GOT地区呢 它们这个日照时间 singing 西方ış子 讓美国加州 是長多 好像是三十分钟 如果我没有记错 使用 SUN TO KOLONNA 只是在Ozoyo這個地區 就是名符其實的產酒區 但是Oliver和Ozoyo的Wide Region 你就可以找到超過38間的酒莊 你說多厲害啊 不是很大的地方 已經容納到這麼多的產酒區了 喜歡喝紅酒白酒 你來到這裡就是你的天堂了 當然喝酒就不能夠開車了 你就租幾天的酒店 每一個大的酒莊你都去探訪 有很多比較大型的酒莊 他們是自己設有賣酒的地方 品酒的地方之餘 他們還設有自己的餐廳 你可以在餐廳裡喝到他們最美的 紅酒白酒冰酒之餘 還可以吃到很美味的餐點 以前品酒的導賞團 都是很便宜的 交幾元 五元就可以試去的酒了 現在就已經是貴了 有些已經去到十五元 或者是十元 就讓你試幾種酒 你試的時候 你首先問問葡萄近這幾年 收成的情況 哪一年的葡萄 製造出來的酒是最好啊 有沒有去比賽啊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拿他們的酒莊 去到歐洲那裏比賽 或者去到美國那裏比賽 拿到什麼獎項啊 哪一隻酒是拿到獎項的 你就找那些酒來試 不要說魚翁殺網 你就找他們 拿到名次去比賽那些 獎項的酒來試 試一下 亦都試一下其他的酒 那你從中也都學習到 有什麼的不同 那你買 紅酒白酒 如果你在 加拿大境內的 你不會再去美國的 那你買一箱兩箱都沒有所謂的 買回來溫哥華 但是好像我們這次 我們亦都預計 會 在Ossio這個攤那裏 會直接過境 入到美國的華盛頓州 這個時候你就要注意了 你只能夠帶兩支的葡萄酒而已 還要你是拿回一張 到其時你在美國 再回到加拿大 那你這兩支酒都沒有喝的 還要帶回來溫哥華的呢 你就在入加拿大國境的時候 你就給他那張 visit 他看看 你告訴他 這兩支酒 是在 加拿大境內買的 只不過你帶了進去美國的 如果在美國 不超過48小時 那你買酒 煙的那些 是有限制的 那些細節自己就去查清楚 我先 入境加拿大的時候 海關會問 你帶回來的酒 是不是可以帶兩支的 但是你的酒 不在美國買的呢 所以你就要 show那張 visit 給加拿大 邊境的官員看 那就 這件事大家都設計了 如果你說我 只是在這個攤那裏玩完 我就直接回溫哥華 那就沒問題的 你帶兩箱回來都沒問題的 我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如果我不 過境去美國 我只是去這些 葡萄酒莊 玩 去打哥爾夫 去吃東西 住酒店 以前我帶小孩去 玩水上運動 我是分分鐘 帶兩三箱的酒回來的 特別一些白酒 我用來煮菜 有時煮海鮮 有時就煮一些意粉 總之 就好過你買廚酒 那我就會帶走回來的 這件事大家就 記得了 這條路 當日都駕駛了 5個多6個小時 Google上面 它打出來的路線圖 它就 告訴你 是駛4個多小時的 車 大概都是400公里左右 398公里 你當作400公里 但是 很多時候 在 車的 GPS 那裏 設定好地址 你已經是選擇 走最近的路 但是它偏偏 就讓你去走 那條遠的路 我就不知 為什麼會這樣 這次 我當時是選 那條比較近一點的 走那條 Countryside的那條路 那條路是靚一點的 又窄一點 又靚一點 沒有那麼闊 又看到很多田園風景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 它GPS 就堆了上 去走山那邊的路 屈一個彎 我們這次 亦都是 被GPS導航 引導了我們走上面那條路 就走多了很多路 我們是 早上7點鐘 離開 雲光華 Downtown 途中 加過一次油 在東區那邊 準備上1號公路 之後 駕駛了3個小時 再加了一次油 喝杯咖啡 吃點東西 未吃早餐 那就繼續開了 停留了大概 40分鐘左右 大概中午 1點多 才到 Ozoyo這個鎮 營路呢 是修路 修路那些 就要限速 限到60 好像城市的車速 即是你一時 錯過了 分分鐘又給你 告票 這條路 真是 很麻煩 總之 一隻 修路的地方 很多 當然 夏天多數都是 時間用來維修 公路 所以 那天 真的 駕駛了 6個多小時 才到 這個 湯 車程 分分鐘 是我 由 溫哥華 駕駛回 美國 我的家 那個駕駛時間 一樣 不過 真是5號公路 比加拿大好駕駛很多 現在的路 到處都在這裏收路 動了 牌在這裏 所以 大家 小心點 現在 分分鐘 那些公路警察 就見到你 超速 10公里 他都要給你 一張 Ticket 來的 我們這次 也是接到一張Ticket 快快交 你都要給 170多 他就說 都是 司機非常良好 那個Record 所以 已經打了個折 打了個折 都要給這麽多 算數了 這些都是一些 預計之內 有時出去玩 都不計得這麽多 好了 我們到了小鎮 我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小鎮 風情 分享先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